继《法华经》演出获得广大回响后 《金色莲花》将在今年三月将《华元经》颁上舞台 用浅白易懂易于云勇领会的文学形式 呼唤那浅尝在每个人心中圆满具足的生命保障 一席声音下生命最深层的挣扎奋斗与超越 《金色莲花》表演方透过粒粒鲜活的戏剧 使我们能够感动学习一代高僧大德对生命的认真与纯真 从一代苦行高僧广青传 我们推出了大约十出的高僧大德传记 因为我们相信能够从高僧大德的修炼过程当中 能够让我们能够对佛法升起更大的向导心 编剧是一个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 我们是由郭老师帮我们研读了《华元经》 然后试着以最白化的方式 最能够与大众结缘的方式来做阐释 那包括像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的第一出舞台剧 《一代苦行高僧广青传》 所有的成员呢 我们都是依照这个广青老儿上的过不时 日荣衣时 慢慢续续渐进的去试着了解 当初这些高僧大德的一些修正的过程 大方广佛华元经 大方广是法域 辟域这个无上法 是绝对的大 而不是相对的大 是治方治正 无有边际的广大 这个无上法 不同于普通的小圣 二圣或三圣法 佛是说法之主 这位说法的人 不是因人 是果位上的圣人 华元 辟域以因地之功德 庄严无上之佛果 经是经典的通称 透过舞台剧演出 希望能够呈现华元的圆满庄严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